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6月4日 今天是星期日 來到香港時間 星期日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時事 今天 對中共來說是敏感日子 敏感日子就是一定跟你說敏感話題 事實上我們天天 說的話都是敏感話題 對中共來說 每一件事針對著他 就是敏感話題 只是這個原因 也值得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當然 來到敏感時刻 多了很多大膽的人 又或者這麼說 他們平時大膽 但是無法表達 但是接近六四的時候 就能夠繼續表達出反抗的情緒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說一說 這個叫做大刀會事件 又有傻細 走出來 嘗試去解釋 我們也早就猜到了 發生這個 大刀會事件 一定有這個叫做死藍絲 死藍絲出來 賴落社會運動 所以我們昨天已經跟大家 詳細揭露過 就是這個叫做 袁空 這個袁空 絕對是來自港共政權 因為港共政權 不斷鼓吹 煽動 甚至乎是串謀 叫人使用 這個刀具 襲擊 反對他的人 訊息就變得相當明顯 就是 只要原來你是 是政權默許的人 你就可以用刀 去對準其他人 傻細博士 姓湯這位傻細 我和你也不會客氣了 這些死藍絲 出來又說聽人家說 最厲害 就是出了垃圾post 說聽朋友說 你有本事就自己說 聽甚麼朋友說 又出來 出了一些漆post 然後又被人恥笑 我們繼續說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蠟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記得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卡無限大法 敬請大家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發生了這個大都會事件 市民當然是恐慌 真真正正的原因 當然是社會有病 社會有病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在於 以前還叫做稍為 只是稍為 沒有人說是解決問題 的核心 稍為還有 是叫做宣洩的渠道 整個社會 壓迫到你不能 吐氣 上街可能會被拘捕 這個時候 社會問題 越來越嚴重 精神狀態 越來越不穩 雖然我們不知道大都會事件 到底跟哪一件事有直接關係 但是這個絕對是叫做原因 有傻西藍絲 姓湯這位又嘗試出來解釋 又怪在茶餐廳 的客人上面 你那麼喜歡吹水 不用聽你說 又說自己有一天走進茶餐廳 然後有人就問 香港現在是不是太瘋狂 無端端都可以插死兩個陌生人 你們真的要小心一點 尤其是這些傻西人渣 然後茶餐廳老闆說 不是瘋狂 是越來越暴淚 是因為 社運期間 有不少的參與者 圍攻不同政見的人來拆 不過不是用刀 是用雨傘 所以就越來越暴淚 真的很好笑 最好笑的 就是他整個post 整個垃圾 茶餐廳老闆說的話 正好就是告訴你 就是社運期間的人 實在太過溫和 對著你這群人渣 對著你這群刀手 他們還是在用傘 來打你 證明 這個方法 對著暴政真是沒有用 各位 不要再 高高地掛著 光環 說自己 我們很和平 小朋友很可愛 不要再說這些廢話 要摸就對抗到底 要摸就不要對抗 不要出來 變成讚小朋友很可愛 現在在搞革命呀 要不就不要時代革命 你時代革命就不要出來 說說說變成講小朋友很可愛 你說相同的畫面 你在 烏克蘭你會不會說烏克蘭很可愛呀 拿把傘在打俄軍 人家出坦克車 還拿把傘在打他 他們真的很善良呀 真的不要再說這些了 實在是太過 反智 也許 香港人 真的可能太可愛 也許可能太天真 也許可能太善良 但是 不要再做這件事了 那個是革命現場 革命 革命其實跟戰場差不多 最錯的事情 就是在錯誤的地方做錯誤的事情 香港跟中國大陸 接下來 要做的事情是革命 中國大陸要變天 變天很好聽 變天就是革命 革命基本上再和理非一點 再顏色一點 都一定有暴力的 不要盲目相信 可以不需要流一滴血 基本上不可能 不用流一滴血的背後 其實是坐擁著大量的武力對抗 不過那個 可能是呈現一個叫做軍勢的狀況 獨裁者不敢下令鎮壓 因為士兵叛變 因為紀律部隊叛變 不要忘記這個因素 如果你打算 可以不用流一滴血 出來靜坐 就可以對抗軍隊和紀律部隊 你就想錯了 我告訴你 湯文亮 我說的東西 這些 就叫做武力 拿八傘 打你們這些混蛋 那是暴力 就是因為你們太過寬容 就是因為你們太過寬容 所以 才會失敗 當然 就算當時再暴力一點也未必成功 這是事實 需要的是更高層次 更大的力量 不過一定不是反過來 不是越走越溫和 好了 再解釋給你聽 為甚麼香港那麼瘋狂 你自己看看吧 還說跟香港政府沒有關係 還說跟市民有關係 今天是六四 2020年的時候 不讓人走入維園 2021年整個維園 徹底封鎖了 在外面 點蠟燭拿著鮮花的人 全部被人拘捕 被人帶走 去年2022年 2022年 在全香港獵巫 逢是全香港見到任何人穿黑衣 全部被拉 全香港任何地方見到蠟燭 全部被拉 今年2023年 更加離譜 今年更加是見人就拉 主動上門找人來拉 越來越厲害 網民都說 那下年怎麼辦 2020、2021、2022 三個時間 再到2023年 徹底不同了 到了2024年 是不是全部被人拘捕 然後再等他們 6月5日才放出來 是不是這樣 其實現在也差不多 據說只是維園已經出動了 5,000警察 香港那個對峙的比例 越來越不成比例 請各位 認清事實 我們今天 會再見到民運人士 會再跟他們說這件事情 我跟他們沒有特別話說 也不是我們發明的 全世界都在做 看看烏克蘭 看看俄羅斯 看看白俄羅斯 俄羅斯自由軍 已經是一個 很明確 非常 值得注視 值得複製 的一個模式 是不是唯一 當然不是 你可以有 可以有俄羅斯自由軍 可以有俄羅斯志願軍 可以有俄羅斯反抗軍 可以有解放俄羅斯組織 五花八末 現在這個年代 很明顯 各位不要再在逃避現實 不要再在自己騙自己 不要再聽人說美國不喜歡暴力 美國 恨了你有這樣的組織很久了 美國把武器 放下給烏克蘭 叫烏克蘭 其實是默許烏克蘭交武器 給這些 自由軍 看到今天很多人舉牌 獻花 蠟燭 沒有問題 但是請大家 不要把蠟燭 和獻花當成是全部 請 你有時間的時候 花點時間 去練一下射擊 哪怕香港射擊 AIRSOFT 即是打WARGAME 的氣槍 也請你充分練習 香港要練槍就有很多困難 因為香港槍會極之有限 而且香港現在敏感到這個地步 任何人去學真槍 都會經過嚴格審查 這個肯定是事實來的 但是香港現在沒有被封鎖 你有足夠的時間可以飛出去外面 也有大量的人飛出去外面 絕對 是沒有任何的理由 是說是做不到的 請各位 好好地裝備好自己 接下來 無論是中國大陸 還是香港 你要面對的 是一場革命 不要再幫自己找理由 這件事我們幾乎可以斷定是肯定會發生的 問題是 時間的問題 不知道是哪一年的問題 可能很快 可能在幾年之內 可能在五年之內 這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我們還有很多其他話題 要說 我們下節再見 回共同 我們下節的心 我們下節的心